大家好我是车机 新手爸妈看见自己的宝宝出生 当然是非常高兴 但同时他们也会十分焦虑 因为照顾宝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就以补胃为例 究竟是母乳还是配方奶粉好 选母乳的话是轻胃还是平胃 平胃的话要用到榨乳器 榨乳器又有分电动和手动 该怎么选择怎么操作呢 如果你是新手爸妈 有以上的疑问 最近爆火的榨乳器YouTuber 就一定帮到你了 话说最近日本YouTube界 出现很多这种 叫人如何用榨乳器的YouTuber 比如这个叫未来爸妈知道的频道 在简介栏里就说 会分享很多育儿经验和技巧 即使是繁忙的新手爸妈 也能轻松掌握 让照顾宝宝变得更有趣 更有效率 还有这个叫育儿训练入门编的频道 他也说拍摄出众 是为了帮助新手父母 由前辈妈妈亲自分享 榨乳的心得和注意事项 是为了帮助新手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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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了 了解完这些榨乳系YouTuber的拍摄初衷之后 接下来就到教学的部分了 不得不说 他们的影片拍得非常认真 不止介绍了市面上好几款 最受欢迎的榨乳器品牌 就连手动和电动款的优缺点 每款产品该如何组装和使用 都有详细说明 我使用的搁入器是 Pijonさん的搁入器 手动类型的品牌 今天是Kanessonさん的搁入器 我使用电动搁入器 这就是本体 我使用电动搁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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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动的东西比较 我使用电动搁入器 我使用电动搁入器 这么详细的说明 实在是非常周到 他们还很贴心的提醒大家 使用前一定要先消毒 避免细菌滋生 让宝宝受到感染 那说到感染了 其实除了宝宝以外 你的电脑也同样会受到病毒感染 这时候Surfshark就能充当消毒器 帮你的装置杀灭病毒了 Surfshark的防毒工具 Surfshark Antivirus 可以快速和全方位扫描你的设备 一旦检测出有害文件 就会马上移除 避免病毒和恶意软体 减慢装置速度 搭配Surfshark VPN的 军用级加密功能 就可以保障上网安全 防止装置被骇客入侵 让你远离和预防外泄事件 除此以外 Surfshark VPN还在全球100个国家 设置了3200多台伺服器 轻轻松松就可以切换IP地址 跳到其他国家 看你想看的节目或者电影 一个人订阅之后 就可以把账户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 现在点击资讯栏 或者置顶留言的连结 输入优惠码XG 即可取得独家优惠 外加4个月免费 马上来体验一下Surfshark VPN吧 那说回我们的炸乳系网红 他们的影片 最近在日本YouTube圈非常火红 比如这个叫Yui的 上传一个月 有145万次观看 这个10天就有125万 不过要数最夸张的 还是刚才介绍过的 育儿训练入门编 频道成立仅仅半年 就已经突破30万订阅 最高的那支炸乳教学影片 上传4个月 就有接近1700万次观看 那当然光用说的去介绍 是不可能达到这样子的点阅率的 这些炸乳系网红 之所以能够这么火 全因为他们连炸乳器的使用过程 也巨细迷移 非常清晰地拍摄了下来 虽然碍于尺度关系 我没办法给大家实际看他们的亲身示范 但我们还是可以通过观众的留言 感受到这些炸乳系网红的伟大 比起全国的母亲 爸爸和儿子一定更高兴 非常有教育意义的影片 我一天刷了五遍 把影片所赐我的儿子瞬间成长了 真的非常感谢 等我回过神来 已经看了两小时的炸乳系影片 想到最提债的人 应该拿诺贝尔奖 虽然影片是用日语制作的 但不少海外观众也感受到他们的用心 纷纷留言鼓励 最谦虚的老师 漂亮的双胞胎 看看他们两个 这些网红不只帮到很多新手爸妈 了解炸乳系的使用方法和技巧 甚至有助人升官发财的效果 我把这个频道介绍给公司的经理 好着升职了 非常感谢 究竟这类炸乳系网红 为什么可以在YouTube这个动不动就黄标 一言不合就请你吃香蕉的平台爆红呢 其实以前YouTube的确是很严格 就算你是一本正经的教人如何补乳 只要露出乳头 乳孕或者乳房都会被黄标 但从2023年11月开始 YouTube就修改了政策 只要影片里有幼童入境 证明你是真的为了补乳 就算露出乳头也不会被黄标 即使是没有幼童入境 只要你在影片开头 注明是为了教学用途而拍摄 YouTube顶多就不让你赚广告收益而已 不至于把你的影片下架 所以早在YouTube宣布修改政策的时候 就有网民预言会出现大量 喂奶系网红 铺你个街 一对喂奶KOL即将诞生 以后带着孩子漏奶 就可以狂赚广告费 其实我刚才介绍的载乳系网红算好的啦 毕竟他们真的有教会你怎样使用载乳器 但更多人为了趁热度赚流量 贾接为了将来要当妈妈要提前练习 为漏啊漏 除了假借育儿之名叫你炸乳 就连乳和按摩促进乳汁分泌 怎样足理乳食品和叫你跟宝宝洗脚的都有 而这些所谓的育儿系网红 无一例外都穿得非常清凉 他们跟我之前介绍过的无罩散步系网红一样 目的都是引流观众点击介绍栏的连结 再诱导大家付费去看他们自我安慰的影片 所以几乎可以肯定 这些影片背后都是同一个集团在操控的 而且手法还越来越高明 大家有没有发现 比起以前总是戴着口罩的散步系网红 现在的炸乳系网红 更常以正面目视人的呢 难道他们现在都这么坦荡荡 觉得不戴口罩也无所谓了 为了解开这个疑问 我不眠不休反复观看了好几天 终于给我发现 这些露脸的表情都非常僵硬 脸的线条和轮廓也很不自然 所以我敢肯定他们是用了AI变脸 又或者看了重度滤镜 美少女的背后 说不定只是个欧巴桑而已啦 好了 我是车机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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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